古代皇帝们的后宫里有三宫六院,就算是皇帝不花心,只钟情于一个人,这些妃子们也是必不可少的,八历史密文,探古今真相,欢迎订阅历史小巴克,因为后宫里的妃子们并不只是为了讨皇帝欢心而存在的,他们身上还肩负着传承皇室血脉的任务,从古至今,见一个爱一个的皇上是一抓一大把,皇帝与妃子之间有爱就有恨, 因为做了错事而被皇帝打进冷宫的妃子也是不少,这些被关进冷宫的妃子虽然不受皇上待见,但是太监们却很喜欢侍奉他们,将他们当成自己的主子,太监们为什么这么做,他们能得到什么好处,侯们一入深四海,从此萧郎是路人,这是唐朝诗人崔娇的诗,诗句意思也好理解,一对相爱的家人本应在不久后成亲,但是这女子却被皇帝看中, 不久之后就要进入皇宫之中,成为皇帝的女人,不能再与无关人等产生任何关系,萧郎是泛指,意思是女子倾心之人,古代皇帝选妃就是这样的残酷,无论这名女子有没有心仪之人,只要被官员选中,就必须进入后宫, 与自己之前的恋人断绝关系历朝历代,皆是如此,无一例外,古代的女子进宫之后,若是能得到皇帝的宠爱,就要面对无止境的宫斗,在竞争极为激烈的后宫,妃子们为了得到皇帝的宠爱,那真是无所不用其极,要是没有皇后与太后的管理,闹出流血事件也不奇怪,就算是有人管着, 这些妃子也经常闹出一些幺蛾子,若是把皇帝惹怒了,直接就将这位妃子打入冷宫了,冷宫,就是古代皇帝用来关押这些犯了错或者犯了罪的妃子们的地方,大部分妃子来这里都是因为做了错事, 在后宫的妃子们,就算是失了宠,不得皇上喜欢了,也只是不被皇上翻牌子而已,不会被打入冷宫的,这些打入冷宫的妃子,大多都是犯了错,就算是犯了错的妃子,也是皇家的人, 皇帝们为了维护皇家的面子,一般不会让官员们审理此事,而打入冷宫就是对他们的惩罚,因此在一些电视剧里, 冷宫看起来是一个专门用来关押这些妃子的集中地点,是一个专门盖出来,门上挂着冷宫牌子的地方, 但事实上,冷宫其实并不是一座固定的宫殿, 顾名思义,冷宫就是一个冷清的地方罢了,有时候皇上发善心,就会将这些被打入冷宫的妃子, 送到整个皇宫最为偏僻的宫殿,此时这座宫殿就叫做冷宫, 如果真是惹得皇上大怒,皇上就会把这些妃子关进小黑屋或者杂物间,也说不定。 此时的小黑屋也叫做冷宫,唐高宗李治将武则天带回后宫后, 没过多久就被武则天忽悠了,亲手将自己的王皇后和曾经最喜欢的萧淑妃, 都送进了小黑屋,对于这种罪大恶极的冷宫妃子,太监们是避之不及, 但是那些被关进偏僻宫殿的妃子们,太监们却是争着去伺候, 实际上太监们哪里还要什么前途,只要能安安稳稳地度过在宫里的日子, 他们就已经心满意足了,而这些妃子们正好能满足他们的要求, 除了几个特殊的太监,有99%的太监都是静了身的。 在宫里不受待见,而且还会受到正常人的鄙视, 等他们老了之后被赶出皇宫时, 居目无亲,能靠的只有自己这些年在宫里赚的钱, 所以太监们在宫里赚的钱就相当于是他们晚年的养老金, 他们肯定想多赚一些的,能赚多少赚多少, 而这些被关进冷宫的妃子们就是最好的金库, 只要妃子被打进冷宫之后,他们就没有自由活动的权利了, 所有的事都要靠伺候他们的太监来解决, 这些被打进冷宫的妃子几乎全是之前受宠的妃子, 因为只有地位高,才有被打下来的资格, 那些不被皇帝重视的妃子,想被打进冷宫都没资格, 也正是因为曾经是受宠的妃子, 他们平时需要的东西肯定多,都是皇上贯的, 但是如今已经被打入冷宫,自然是没了之前的好处, 要想再有这些好东西用,少不了要麻烦这些太监, 如果让太监们出去买,太监们吃一吃回扣, 这银子不就到手了吗? 不过也不是所有的妃子都要靠太监们代买,才有的用, 有些妃子家里原本就有钱有事, 买些东西送进来也不是不行, 但是皇帝后宫并不允许这么做, 这算是私闯后宫了, 这时候就又需要太监去接一下了, 这一进一出,银子又到手了, 所以,来伺候这些被打入冷宫的娘娘, 指定有钱赚,跟着这些打入后宫的娘娘, 除了能赚钱,事情也比较少, 还不会整天被斥责,都被打入冷宫了, 整天能有什么事, 无非是在屋子里以泪洗面, 再或者坦然面对, 看点书,做点女工, 反正是不能出门,也就没有那么多事了, 太监们只需要在门外候着, 就算偷个懒也没人管, 就算是偷懒被这位娘娘抓到了, 那也没什么问题, 毕竟她也没办法告状。 那些受宠的妃子一个个脾气大得很, 他们身边的太监天天提心吊胆, 生怕做错点什么事情, 轻者打上几十棍, 严重的小命就没了, 虽然跟着那些受宠的妃子们有可能得到赏识, 但是风险真的太大了, 稍有不慎就得挨揍, 谁也受不了, 因此那些妃子身边的太监很少有能坚持到退休的, 就算他们能坚持到退休, 那位妃子也不一定能坚持到, 因此, 伺候这些被打入冷宫里的妃子, 就是一份老板脾气好, 上班工资高, 干活还不累的极品工作, 太监们肯定是挤破头, 也要征这个职位的, 而且来伺候进入冷宫的妃子, 并不等于就没了提升自己的机会, 跟着这些妃子, 也是有机会被赏识的, 有些妃子在皇宫惹皇帝生气之后, 就会被打入冷宫。 虽然惹了皇上, 但是这些妃子毕竟也是曾经受宠的妃子, 跟皇上之间也是有感情的, 没准哪天皇上又想起这位妃子的好来了, 又把这位妃子带了回去, 跟着这位官复原职的妃子, 太监也就一步登天了, 没准就从之前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太监, 一下子就成了太监大总管, 这并不是白日梦, 这种事也不是没有发生过, 古代就有这样一位妃子, 他进宫之后一直都受到皇上的喜爱, 甚至连皇后都不及他, 但是在后宫中的时间长了, 难免有些不愉快的事情发生。 皇上也因为两人多年以来的感情, 并没有惩罚这位妃子, 后来这个皇上的后宫里又新添了一批妃子, 都是一些年轻漂亮的江南女子, 皇上很快便被这些新来的妃子吸引走了, 在这些新来的妃子中, 有一个妃子特别会讨好皇上, 他很快便得到了皇上的青睐, 之前的那个妃子不开心了, 就在宫殿里使性子摔了屋里的东西, 皇上一看, 你在宫里闹试试吧, 于是一气之下, 就把之前那位宠妃送到了一个偏僻的宫殿里, 让这位新的宠妃住进了这座好宫殿。 当时皇上也是在气头上, 睡了一觉之后气也就消了, 但是他又觉得自己昨天刚把人赶走了, 今天又把人请回来, 有点没面子, 于是皇上索性就让冷宫里那位宠妃, 在里面多待了一段时间, 待了有半年左右, 这半年的时间说长不长, 说短也是六个月啊, 这期间这位宠妃的日常生活全靠一个小太监照顾, 这个小太监将他照顾得很好, 这位妃子也对这个小太监十分满意, 大概半年以后, 这后宫的真正主人皇后去世了, 皇上处理完丧事之后, 必须选一位新的皇后。 这时候皇上想起冷宫里的这位来了, 虽然他此时深陷冷宫, 但是他毕竟跟随皇上很久了, 自立是最老的那一批, 而且也伺候了皇上很多年, 他现在是皇后的不二人选, 于是皇上便派人将他从冷宫里接了出来, 直接抬到了皇后任命大典上, 成了本朝皇后, 而这个照顾了皇后半年的小太监, 一跃成了皇后最亲近的太监, 虽然不是什么太监总管, 但是整个后宫里也没有几个人敢惹他, 时不时还得孝敬他一些银子, 当初这个小太监被分配去冷宫时, 他其实并不愿意, 但是负责分配的那个老太监告诉他, 这不是坏差事, 多少人想去我都不让他去呢, 在这皇宫里找到个老乡不容易, 这老太监实际上是在照顾他, 而且老太监也赌对了, 总而言之, 去照顾冷宫里的妃子, 是一次稳赚不赔的买卖, 又轻松, 又能多捞银子, 还有很大的机遇, 这也是太监们争着来的根本原因, 当然也有些特殊情况, 比如有的太监可能跟这位妃子有仇, 如今来报仇了, 不过对于太监来说, 冷宫是屈之若物的存在, 而对于妃子来说, 却是避之不及的存在。